这个俗话说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带大家去专业的解读一下 这些华语乐坛的事件 因为最近华语乐坛大事件实在是太多了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亲历了这些事件的人物 他们有的是当红的歌手 当红的明星 那有的呢 则是乐坛的资深音乐人 他们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为您解读 最近发生一系列的华语乐坛大事件 让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的华语乐坛有着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这个现场呢 也出现了一个够的这个字样 也预示呢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的亚瑞全新 亚瑞恒大星光音乐狂欢年的正式启航了 2013年8月12日 由宋科和高小松联合执掌的恒大音乐 召开了成立一年多来的首个大型发布会 除了宋科本人 恒大旗下签约歌手 也全员出席 但公布的消息却无关新人新篇 而是宣布恒大音乐自9月起 将首度试水音乐节领域 它是今年我们从北演到南 根据气候条件 30个省会级的大城市 从北演到南 现在基本上这些地点已经定 从9月14号就要开始 作为恒大音乐业务方面的最高决策人 宋科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意外 因为早在2011年年底 他就表示曾经最主流的音乐载体唱片已死 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说出唱片已死的 去跑去开卡拉店的宋科 时隔两年 在发布会现场 接受音乐风云榜专访的宋科 依旧对这一判断坚信不疑 唱片这个不用多说了 我说很多片 唱片本人这个形式 确实是不用再考虑 作为这个华语乐坛很懂得市场规则的音乐人 宋科先生呢 他其实在两年前就提出了这个唱片已死论 那在当时呢 被很多人认为是威严耸听 但是看了最近发生的一些华语乐坛变动之后呢 发现好像真的是有这样的趋势 那怎么办 唱片已死 音乐还要不要继续呢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那些 我们所熟悉的唱片公司 他们在一个新的环境下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运作模式 或者是改变自己的一个市场运作 2012年7月 歌唱比赛出声的刘欣 发行首张EP 我是你的女朋友 靠着庞大的歌迷群体的购买力 这张EP在发行五个月后 登顶当年销量冠军 但十万余张的销量 远不及唱片黄金时代 一张普通畅销碟的十分之一 所以那段时间是整体 基本上光是台湾的市场 一张专辑就可以卖到一百多万 八年那些出版社 动不动发一张唱片几百万 几百万张几百万盒 那时候那个音像出版社 可以盖大楼的 唱片销量的锐减 成为变革中的华语乐坛 最直观的外化表象 而在现象背后 伴随而来的则是传统唱片公司 辉煌不在的无奈现实 传统唱片公司 最黄金的时候 我觉得大概是十几年前吧 应该已经超过十五年前了 世界范围应该是七八十年 然后华语音乐这个领域应该是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 这十年是最黄金的十年 的确就是音乐公司 可以凭只是音乐的部分 来养活公司的人 然后让大家都相对过得还不错 是唱片公司的时代那时候 在上个世纪实体唱片的黄金时期 一个畅销歌手的唱片销售所得 就足以养活整间公司 唱片公司最传统的运作模式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行 他们就是最开始是找一个歌手 出唱片卖唱片 传统唱片时代其实是拼的是一个 几平米的一个大热门效应 所以哪家大公司能够把那几平米的 零售店里面的位置占到 那些才是大明星 靠大明星去养活整个产业链 对于音乐公司来说 艺人发唱片就是他们 可以说是唯一的工作 就发觉